哈囉大家好我是愛文 今天的影片是要來跟你們分享 蠻多朋友會問我說有沒有推薦的寬褲 那用說的不如就來分享我近期滿常穿的五條寬褲 但有些款式不知道還有沒有在賣啦 因為畢竟從買到現在也過了一小段時間了 那就廢話不多說我們直接開始吧 首先第一件呢 這件其實買有點時間了 常是去年就買的 但一直找不到適合的題材來跟你們分享 不過也是蠻多人會問我的 那這件是在淘寶上買的 是來自大陸的品牌 那這個品牌我不太知道怎麼唸 給你們看一下這個品牌 Maison Prince應該是這樣唸啦 那這件不論在版型啊或者是材質上 還有這種做舊感的刷色我都非常的喜歡 應該可以說是我一眼就看上的款式 首先材質上這件的牛仔布料並沒有圖片上看 來得這麼的厚實 我覺得實際的硬挺度算是剛剛好的 穿上身的負擔感並沒有那麼的重 然後整件的刷色不得不說 放在現在的流行趨勢 我覺得真的算是一個蠻不錯的單品 最明顯的就是正面大腿的位置延伸到膝蓋以下 用比較浮誇的做舊去設計 然後在其餘像是縫線處啊 腰部啊這邊就用淡淡的色肉去引造出做舊感 我私心蠻喜歡這件整體的設計 而且連這邊的小口袋也有做這樣子的刷色 還蠻有細節的 背面的話就是在大腿地方有大面積的水洗設計 然後再到膝蓋處是有點像摺痕的水洗痕跡 就可以讓背面增添更多的細節不會那麼的無聊 然後在腰部的地方就縫上品牌的皮革標 整件的做舊感算是比較浮誇一點 但其實我覺得也沒有想像中的那麼浮誇 算是可以接受的範圍啦 版型上的話就是一件很寬版的直筒褲 但它跟一般的直筒褲穿起來的樣子又不太一樣 一般的直筒褲就是一條然後直直的下來這樣子 但這件的版型是從上面到下面是越來越寬 就是最近很流行的Beggy褲子版型 我最近很愛這樣的褲子版型 因為在腰部這邊就可以有一個很好看的弧度 搭配上短的衣服整體的輪廓就很好看 那這件有三個顏色 我其實當初蠻後悔沒有買黑色那一件的 黑色我覺得也很帥 但可惜這件已經沒有再販售了 不過也是蠻推薦你們可以去關注這個品牌的 我就算是有設計感價格又不算太貴的品牌 在淘寶上直接搜尋這個品牌名 Maysound Prince就可以了 那就來看一下穿搭吧 再來呢是這條牛仔褲 那這條牛仔褲算是最多人問我的一條 來自ZARA這個品牌 其實ZARA我蠻推薦你們可以去逛逛的 尤其是褲子 版型基本上都會蠻符合現在的流行 只是價格會稍微高一點點 以快速商品牌來說啦 所以如果不排斥ZARA這個品牌的話 畢竟你們應該也都知道 ZARA的經營模式就是快速製造秀長的款式 所以一直以來都被灌上模仿的標籤 不然如果想要找到現在流行什麼單品 ZARA就蠻好可以逛的 那這件就是一般的牛仔褲 材質上並沒有什麼特別好介紹的 主要就是版型很好看啦 版型上就是屬於現在流行的Beggie版型 一樣是從上寬到下 所以在腰部以下也是能有很好看的輪廓 只是差別在這件在褲管這邊 是有稍微做內縮一點點 剛剛介紹的那一件就沒有 所以穿上身在側邊的弧度會比上一件還要明顯 這也是我會購買它的原因 也是我近期蠻常穿的褲子之一 那因為ZARA的褲長依我的身高來說啦 普遍都是偏長 那這件意外的就是做稍微短一點點 就蠻符合自己的身形 所以當初看到就直接買了 設計上就是在後面縫上一片 黑色ZARA的皮革標 然後拉鍊是使用YKK拉鍊 基本上就是這個樣子 除了版型好以外 真的沒什麼好介紹的 喔有啦 顏色上它其實也是屬於這種水洗黑 它並不是純黑 總之如果你也喜歡這類型的褲子 但是又不想花太多錢 畢竟這類型的褲子 再加上有牌子的話 價格通常都不便宜啦 那這個時候 ZARA就蠻適合你們可以去試試的 我手上這件也沒有再賣了 因為也是去年底那時候就入手了 但現在有一款也蠻推薦給你們的 型號是6688-486 名稱是Baggy Fit牛仔褲 價格的話是1990 跟我手上這件一樣 那就來看一下傳達啦 再來這件褲子就沒有上述兩件那麼的寬鬆了 再來這件褲子就沒有上述兩件那麼的寬鬆了 這件算是為寬鬆然後修身的版型 是來自台灣的新創品牌Sign 由台中知名選貨店 IJS類的主力人Jim所創立 品牌名啟發於一句口語 It's a sign 這是一個標誌 主力人認為生活當中常會出現一些奇妙的巧合 而這些巧合或許是上天針對某一件事情給你的解答 所以品牌想透過文字跟圖像 但憑藉他多年來選品的品味以及經歷 在品牌至今所推出過的產品 不論在設計細節或是質感 我覺得都是滿值得你們可以去好好欣賞的 尤其我超喜歡品牌每一次形象照的圖像 都充滿濃濃跟生活息息相關的氛圍感 先說這不是業配 只是我覺得好的東西就值得拿來跟你們分享 那這件褲子也算是我已經很久沒有穿這麼合身的褲子了 但他修身效果是真的滿好的 首先材質我覺得還滿特別的 乍看之下是西裝布料的材質 但實際上是帶有一點點光澤感的細斜紋布料 然後再搭配適中的厚薄度 所以上身後既有西裝褲的機絲感 卻又能保有一定的挺度 讓整件在下半身的修身效果是很好看的也能顯高 搭配褲管開插的設計 整體的世界比例就更加的好 可以看看主理人上身的效果 搭配一件長版外套整體的比例真的超級的好看 設計上也是滿有細節的 首先是褲管處的這個品牌之標 這次縫在這個位置就別有風味 增添一些不一樣的視覺感 再來整件使用品牌標誌的綠色車縫線 就更有記憶點 也讓色彩上更豐富 右側也多一個小口袋可以放一些小東西 褲鉗拉鍊也是使用YKK拉鍊 然後背面也是有兩個後口袋 一樣周圍圍繞著綠色的車縫線 總之這件褲子不管在冬天或是接下來的夏天 都滿適合穿著的 那我也滿推薦搭配牛仔外套的 真的很好看 再來我想要加碼分享這個包包 這個包包我真的真的太愛了 可以說是近期逛街 我肯定會帶那出門的 那包包這邊我就不多做詳細的介紹 總之材質用料也是非常的頂 就用影片帶過讓你們看一下 然後分享這個包包的設計過程 這個包包其實有一個小故事 是主理人為某一位藝術家歌手設計的 每一次出門這位歌手背的 永遠都是品牌的贈品包 然後主理人就萌生一個想法 要做一個包包給這位歌手 那因為他也是一位藝術家 所以包包弄髒是常有的事情 這次就特地做這款杜邦子防水包 可以手提也可以兼杯 容量又夠他壯 因此這個包包就誕生了 這個包包雖然是為歌手而生的 但是整體的設計 材質選用真的一點都不馬虎 當下拿到貨只有四個字 太有質感了 欸 五個字 而且重點價格超級超級親民的 只要480塊 480能擁有防水 然後又有質感的設計 真的真的不多說買了 總之這個品牌Sign也蠻值得關注的 那就來看一下穿搭吧 再來又回到牛仔褲 最近真的蠻愛買牛仔褲的 這件牛仔褲是來自台灣的元老級品牌Remix 記得當初他們在IG釋出販售資訊的時候 我當天晚上就直接殺去店裡買了 整件的設計真的很滿意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正面這些抽墟的設計 利用大面積浮誇的抽墟去營造出比較接頭的調性 從腰部這邊延伸到庫管處 剛才看到食品老實說我覺得有點太浮誇了 但是實際上升之後我就覺得 喔真的好帥喔 那這些抽墟其實也蠻有細節的 從腰部到膝蓋像是星星的造型 都是用上灰色和黑色膠質的抽墟 讓上半部除了有造型感之外也更有層次 那到膝蓋以下卻又是用上純黑色的抽墟 就讓整件在外型看似浮誇卻又飽爽 這個設計巧思我滿喜歡的 才不會整件變得太...過頭 然後還有一個細節 在星星這塊裡面的牛仔褲 是比外面這個牛仔布還要再更深一點點 這個也能讓正面在顏色上更有層次 而且色差並不是說非常的大 就單單的提升整件的質感 然後背面也是用上同樣的設計 在腰部這邊用黑灰色的抽墟設計 然後往下延伸到庫管處 則是用上純黑色的抽墟去呈現 就可以讓背面遠看似一條純黑的牛仔褲 但近看卻是很有細節的設計 而且它是連後口袋裡面也是有做這樣的設計 比較特別的是這次的口袋它是做正插口袋 這樣正插口袋 它並不是側插口袋 使用上就需要時間去習慣 但是我覺得正插口袋再拿取物品會比較方便 然後褲子扭扣有刻上品牌的字樣 搭配黑色仿舊的處理 這個小細節也蠻有質感的 版型上就是寬鬆全脂頭 然後這件的褲長稍長一點點 它的褲長是107公分 因為我164公分在穿的時候會反折一折 那這件在西門的Lab台北買的價格是3000元整 雖然沒有到非常的親民 但是我覺得以這樣子的設計 3000塊還是算蠻值得可以入手的 那就來看一下這件褲子 實際上升效果會是怎樣吧 再來這件褲子是我最近最愛穿的褲子 是過年那時候吧 在逛Second Street的時候發現的 是來自英國的服飾品牌 Studio Nicholson Studio Nicholson 創立於2010年 以黑白藍灰為主色調 擅長運用較硬挺的棉質布料 透過細節上的巧思展現個性與特色 主力人希望人們在穿著Studio Nicholson 服裝能感到自由和強大 而品牌也是走比較極簡的調性 但透過獨特的版型剪裁 也讓品牌迅速的打開知名度 那這件在設計上就是以極簡風格為主 只有在腰部地方有做打折的設計 主力人有說過他向來很喜歡日本的風格 穿久保齡和三本鑰匙就是他的偶像 所以在單品上可以看到一些日本服裝的設計 這件褲子在版型上就可以看出 一絲絲日式簡型褲的樣子 然後搭配品牌擅長的硬挺布料設計 所以上升效果是很有分量感的 輪廓也會更加的明顯 這件的材質我覺得很特別 是用上鞋紋布 但實際觸感是帶點磨砂柔軟的質感 我不太知道怎麼形容 但就是很舒服 然後背面就只有在右邊做上一個後口袋 然後附上一個鈕扣 最後這件在一個小地方的細節 我超級超級喜歡 就是褲管往上折 這邊有多一個白色邊條設計 雖然這個設計比較不起眼 但搭配鞋子下來 這個細節就多了一份質感點綴 第一次穿到那麼愛反折的褲子 那顏色上整件就是用奶油色去呈現 總之這件看上去是一條普通的寬褲 但是透過版型材質跟細節設計 就賦予它個時尚又質感的樣貌 這件有購入的價格好像不到2000吧 有點忘了 因為有點久了 那Studio Nicholson這個牌子也蠻推薦你們可以去關注的 雖然定價上是沒有那麼的便宜 但我覺得在設計上也算是蠻不錯的 台灣目前我所知道有在販售就是 東區的這間店還有松菸成品的這間店 所以有興趣可以去看看啦 那就來看一下這件褲子的穿搭吧 好啦以上就是分享近期蠻常穿的寬褲 那可以發現以上分享的幾乎全都是屬於落地褲 落地褲比較多能不能接受的都是褲子會脫地 這點老實說撇除牛仔褲之外 我自己也還在習慣這件事情 所以可以發現我普遍有落地的褲子都是屬於牛仔褲 像這件褲子就是一直被我脫然後脫出來的 但我覺得這樣子就蠻有自然破壞的味道啦 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讚 然後也記得按下訂閱鍵 也記得開啟小鈴鐺 還有follow一下我的IG這邊 我是愛文 我們下部影片見吧 掰掰